從未到現在我覺得每一個獎項都好有趣好有創意 而且這個Panley好好玩喔 真的是謝謝你真的好好玩 然後我也很期待知道誰是最佳男主角 其實在吳康仁剛出現的時候 他的演出我自己有看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演員 所以我覺得需要一個好的平台 三億提供了這個平台 給每一個想要表演表現的演員有好的機會能夠被看見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看 最佳男主角 得獎的事 最佳男演員 得獎的是 小資女孩 尚解忠 邱澤 小資女孩 跟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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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六年 三億華系版的最佳的演員 今天是謝伊伯的 是 這個我想 這是繼金鐘獎之後 對我的最大的安慰 果然是釋迦榮 那個時候有一個訪問說 沒有入圍 或者是因為這種風聲非常高 然後沒有入圍 其實自己心情是平淡的 但是 我那時候就有說 就算有入圍或得獎 我一定會把戲也好 沒有入圍沒有得獎 我一樣會把戲也好 這表示認真做 我們一定有得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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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